我们今天把耶利米书第一章,打开来看 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PowerPoint 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的重点,就讲到 耶利米蒙召的经过 他怎么样被神呼召起来,做一个先知 我们上回有讲过,他本来 他的背景、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 以他的个性来说,他也很适合作为一个祭司 他非常体恤,这些老百姓 非常跟他们,站在同一边,为他们设想 但是神现在要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帮做神的代言人 为神要传递一些比较严厉的信息 这对他的个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第四节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胜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这个是神呼召耶利米 要他做先知 而且不仅是对一个国家发预言 而且是对许多国家发预言 所以,这个是列国的先知 这里有一句话,他是说 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 神就已经认得他 就已经晓得他了 而且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 他这个人好像还没存在之前 神就已经把他分别为胜 让他从千万人当中被分出来 为了要做神的工作 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 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 神已经认得我们 神也把我们分别为胜了 你说,你怎么知道 在哪一篇书里面有提到? 在新约的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提到 在创世之前 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 然后预定我们要得神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每一位跟耶利米一样 在这方面,神都已经预先认识我们 也看到我们,拣选我们 耶利米听到这个讯息 他的感觉,他不是觉得说自己很能够升任 他觉得自己非常不能升任 因为他就看到自己 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不觉得他口才好 而且他更因为,他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他年纪还太轻 他那时候可能只有十几岁、二十岁 做祭司也要三十岁以后才能够做祭司 所以,他那时候年纪还很轻 根本觉得说他不能升任 但是神却说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不是一个天生就很勇敢的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天生,神经就很粗很大条的 这个Joy神经比较大条 你叫他去骂人,他觉得没问题 我们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北 那时候跟邻居,我楼下是一个牙科 结果他在后面弄了一些东西,自己夹盖出去 然后影响到我们三楼的安全 结果我爸就心里头不高兴,就在那边念念念 但是他念念念,也没有去跟对方反应 结果Joy听了,就听不下去了 他说,你既然觉得不爽,就应该跟对方反应 就下去跟楼下搭吵一顿 我说,这种个性在我们家里面,没有这样的基因 结果他回来之后,我爸很高兴 有人帮他去骂对方一顿 后来真的招小偷了 对啦!就是因为他把外面夹盖出去之后 小偷就很容易沿着那个爬上来 但是,你叫耶利米去骂人,这不是他的个性 所以,他就很为难 但是神说,我择见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有的人说,神择见我,你去看看那个人,探望那个人 那个人天生跟我个性很相投的 我去看他没问题 但是有时候,神要我们去跟另外一个 我们非常不想跟他接触的人说话 他说,你也要去 然后,你要讲什么话呢? 跟他讲一下寒暄的话 不是,他说,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 这些说出去之后,你可能会引来人家的这种反感 引来人家的这种攻击 他说,但是你都要讲 其实这些话,没有一句好听的 没有一句好听的 但是神就说,你不要惧怕他们 做神的仆人,里面要有一种刚强 是只怕神,不怕人 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是耶利米蒙召的时候 他里面的感觉就是,他不觉得他能够升任 其实你有这种感觉,更显示说 可能神就是要用你 如果你觉得说,我非常合格 神终于慧眼是英雄 找到我,真的是神的福气 可见你就不是对的人 但是耶利米他这种感觉,心里头害怕 其实这样的人,反而神可以使用他 我们可以想到说 其实在圣经里面,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 觉得自己不行 或者说,他本来觉得自己很行 可是,等到后来他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 神才用他 另外,有一个就是像摩西 摩西那时候,神在旷野里面向他显现的时候 摩西本来是很行的 他觉得他可以做一番大作为 但是后来,神让他在旷野里面 牧羊40年之后 他就觉得他自己不行了 那个时候,神才来向他显现,来呼召他 那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 摩西的反应是什么?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我素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 我本是左口笨蛇的 摩西那里,本来是左口笨蛇 他之前在埃及,当埃及王子 是非常有口才的 但是后来,他真的是变成左口笨蛇 经过那40年的牧羊之后 整天跟羊在一起 你再怎么样会讲话 这40年之后,都忘了怎么讲话了 他说,就是你跟我说话 神跟他说话之后 他觉得说,他还是没有改变 他还是一个左口笨蛇的一个人 神就对他说了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耳聋,慕名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我必是你口才 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神现在要他去对谁说话? 对埃及法老,埃及的王说话 所以,这不是小事情 但是神说,因为 他说,这个口才是神所试的 口是神所创造的 这些talent是神给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对神来说是小事情 所以,一个人要有一些什么才能 对神来说,这是小事情 什么东西比较难呢? 一个愿意降服,愿意顺服神的心,比较难 你一个愿意服侍神,愿意爱神的心,比较难 但是,你愿意的话 神就可以加给你该有的这种能力 他说:"你去吧,我必是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结果,摩西还跟他,还落地巴说 再跟他推来推去 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意思就是说,谁都可以,那你不要打发我 结果,神就向摩西发怒 后来就说:"你的哥哥亚伦在,我让亚伦陪着你一起去跟法老讲话 所以,他说,他要试给摩西跟亚伦口才 他要指教他们所当行的事情 所以,神本来是要摩西,就OK了 但是,摩西不肯去 所以,神就让亚伦跟他一起,可以跟他壮胆 这也是,有时候我们服侍 就是,一个人出去,有时候怕怕的 找一个人配搭,两个人一起去服侍 这个,神也会祝福 摩西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觉得自己不行 但是,就是因为你觉得不行,所以神才要用你 当摩西觉得他可以的时候 神就不能用他 到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人也是很害怕 就是提摩泰 提摩泰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 保罗听说,这个年轻人很有长进 所以,他就带着提摩泰一起去服侍 提摩泰也是很认真学习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提摩泰还是毕竟年轻 保罗就写信要鼓励他,勉励他 在提摩泰前书 那时候,保罗都已经快要训道了 那时候,还对提摩泰提醒他 提摩泰也跟随他好一阵子了 但他鼓励他什么? 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你不要妄自菲薄,就是说:"我太年轻了,人家都看不起我。 他说:"你要在各方面做众人的榜样,在这些方面都显出你长进了的样子来。 所以,年轻、没有经验,这些等等 不是我们不服侍神的借口 虽然是我们年轻、年幼,或者是信主才刚刚很短的时间 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喜悦来使用我们 后来,保罗也跟提摩泰讲了 你看,提摩泰他不仅年轻 他这个人比较胆小,比较内向 所以,保罗在提摩泰后书 提摩泰后书是保罗,他几乎快要训道前写的 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因为提摩泰有时候,大概是碰到一些压力,碰到一些挑战 他有时候会说起来 但是,保罗说,那时候他曾经给提摩泰按手 那时候,提摩泰就领受了一些属灵的恩赐 这些属灵的恩赐,有时候你久不用之后 就会渐渐的生疏了 但是,保罗要他常常运用神所赐给他的属灵的恩赐 哪些属灵的恩赐,也许他是应该要常常说方言 也许应该要常常为人按手祷告、医病 或者说,在属灵里面站起来,说方言、方方言 或者说预言 有些,就是神赐给他的恩赐,他要常常去运用它 他说,所赐给你的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 然后,他说,特别这边提到说 神给我们的心 英文是说,for God has not given us a spirit of timidity 这个不是一个胆怯的灵 乃是谁样的灵? but of power, and love, and discipline 神赐给我们的灵,是of power,是有大能的 然后,是一个爱的灵 还有一个是有纪律的灵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领受神的灵 同时让我们里面这个灵,要成长的时候 这个灵是怎样的一个灵? 是一个刚强的灵 是一个刚强的灵 所以,我们应该说,信了主之后 我们这个人要变得更加的勇敢 我们的个性会改变 里面会有一个刚强的灵 仁爱的灵,跟谨守的灵 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被求的为耻 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所以,提摩泰的个性也是,你看得出来 他一方面年轻,他一方面也比较胆怯 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拦住我们服侍神的一些借口 都需要克服 都一定要胜过这些我们天然的这种天性 所以,这个是耶利米 耶利米一开始,神就鼓励他,不要害怕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怎么样?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所以,神就按手在他身上 把该说的话传给他 这是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神会赐给他神的话 因为他要把话讲出去 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话,才有神的话可讲 这个是耶利米,先知以希杰 他被呼召的时候,神也把他的话给以希杰 但是那时候,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 那时候,神给以希杰一个书卷 叫以希杰把书卷吃下去 所以,当他把书卷吃下去的时候 神就让那个话,就充满他的肚腹了 所以,一个是吃这个书卷 一个是神就直接按手在他的口上 就是把神的话给他们 然后,他说 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轻腹,又要建立栽植 耶利米,那时候还只是小朋友 神就立他在列邦列国之上 不仅如此 以他那样的一个柔弱的个性 神要让他施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要拔出,然后拆毁,毁坏,轻腹 要做这样一个大的破坏性的工作 然后才能够建立跟栽植 这是一个非常的使命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 一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有问题 我们只要想说,我给他修修改改 给他补强一下就好 但是,当一个东西已经病入膏肓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神认为说,只有把它完全拆掉 才能够再重新建造 到那个地步的时候,这就需要一个厉害的行动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神对于一个,比方说一个团体 或者是一件属灵的事工 神有时候就说,这东西 就只有让他完全拆毁之后 才能够重新建造 我们发现,当神审判下来的时候 那是非常严厉的 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已经是长期在那边偏离神了 所以到现在,几乎等于是 你没有什么药可以来拯救他了 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 那时候是哪一个王在位? 就是约西亚王 约西亚王那时候,等于是在南国犹大 最后一次的大复兴 但是,以本这样的大复兴 都没有办法拯救他们,面向灭亡 因为神说,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全国 上下这样的一个病 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要把它完全的拔出拆毁 然后毁坏亲父 之后才能够重新建立跟栽质 所以我们看到,暗手是真的暗吗?还是异象? 我想这是一个异象 暗手是在异象当中 因为他那时候在异象当中,跟神对话 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手,暗在他手上的时候 我相信是一个在异象当中 不过,真实的暗也有可能 保罗那时候,他看到异象的时候 他自己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也搞不清楚了,到底是真的还是 真的,这个physically,他触摸他的口 还是说,他只是在一个异象当中看到他嘴巴被碰到 我不晓得,但是实际上在灵里面,这是真的 就是神把那个话放在他里面了 这是一个什么? 我相信,对耶利米来说 这是他蒙召的时候 神所给他的一个清楚的保证 我会把话放在你的里面 你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说,我不知道该讲什么 我没有话可讲 那时候,我跟Joy结婚的时候 我那时候要跟Joy结婚的时候 Joy那时候就说,他那时候在高雄幕会 然后,他那时候需要一个同工 后来,荣耀是有感动 我跟他结婚之后,一起去那边幕会 那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要去幕会,我要去那边当传道人 那我到底要讲什么?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到底要讲什么 平常在教会里面,我这个话也不是很多的 结果,要我到那边去 然后每个礼拜要讲道,还要分享 我说,我到底有那么多话可讲吗?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安 那时候,耶利米里面一定也有这种感觉 我要出去讲道,到底要讲什么? 神就给他一个安慰跟保证 我按手在他的口上 让他知道说,神会把那个话给他 所以,到时候你就知道该讲什么了 好了,anyway 后面,神就说 神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拔出拆毁 要毁坏跟倾覆 后来果然,面对犹大这个国家 神后来只有用这个方式 这种一个非常的手段 这个国家才会彻底的改变 后来,他就让他们被掳 被掳70年 被掳70年之后,再把他们带回来 这70年当中,犹大人,以色列人 经过这70年之后 真的是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有一个脱胎换骨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 他们被掳70年之后 他们当中有什么样的改变? 第一个,偶像绝迹 之前,他们一再的拜偶像 但是,当他们被掳70年回来之后 他们会犯别的罪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再犯拜偶像的罪 一神的观念,在他们里面变得非常的坚定 第二个是会堂 他们就开始建立会堂 因为他们的圣殿已经没有了 所以,那时候会堂就兴起了 第三个,宗教改观 信仰就进去个人化 以前,他们需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 大家都是很多这种大的特惠 但是,等到他们被掳之后 这种大的特惠,不可能有了 所以,他们就变成个人,各自灵修 可以这么讲 当你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你只有各自灵修 所以,信仰就变得非常的个人化 这个道指还更好,对不对? 个人跟神之间有关系 然后,他们开始重视律法,重视神的话 甚至于,他们愿意为保护 为了要保守神的话 保守神的律法,牺牲生生命 后来,在两约之间 有一个叙利亚王在逼迫他们 不让他们信奉耶和华的时候 他们可以为着神的道,真的是出生入死 这个是以前不会有的现象 当然,终焰他们事业也转变 由农业,转为商业 然后,语言改变 由希伯来文,转为亚兰化 然后接着,他们民族更加的团结 因为曾经经过王国的羞耻 他们现在就更加的团结 然后,会面对一切让他们分化的势力 他们不愿意,不再随便跟别的民族、种族、同婚 这个变成是他们后来的一个特色 然后,他们也觉悟他们的使命 开始宣扬旧约信仰,作为他们的一个任务 以前,他们吸收别的信仰跟宗教,已经来不及了 哪里会去劝人家来信义耶和华呢? 但是,从他们被赌归毁之后,整个改变了 所以,神借着耶利米,祂说要让他施行活 拔出,拆毁,还要毁灭,要清腹 真的是要把原来那个连根拔起 然后,这时候才能够建立跟栽植 这个是神借着耶利米说的 耶利米说,我是谁,怎么可能? 但是,当他在这边传讲神的话的时候 真的是,神的旨意就开始运行在他们当中了 因为你说,他们被掳,是被巴比伦掳去的 他们被拆毁,是被巴比伦拆毁的 这跟耶利米有什么关系? 我相信,当耶利米在这边传讲神的心意的时候 他在地上所捆绑的人,天上也跟着被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人,天上也跟着释放 当他讲出去,把神的旨意讲出去的时候 神让他知道说,这个话不会突然返回 这个话要成全神所命定的事情 所以,当他讲神的话的时候 神的一个创造的工作就在发生 就像当初神借着祂的话,创造天地一样 当先知在讲神的话的时候 一些事情就发生了 接着,让他看到两幅异象 第11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 耶利米就看异象 神那时候在祂面前,就显出一个picture 让祂看到一幅图画 是什么呢?他说,我看到一枝杏树之 耶和华就对我说,你看得不错 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杏树,大家看这个powerpoint上面 这一棵树,这个叫杏树 这个跟温哥华的樱花不是很像吗?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看到很多樱花 有的其实不是樱花,是杏树 甚至有的是桃树,有的是里树 反正我们这些不懂的人,都一律说是樱花 其实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种类 所以,杏树长得跟我们所认为的樱花 其实非常像 所以当它开花的时候,整树都开花 然后,神让祂看到一枝杏树枝 所以左边,一根杏树枝 所以那时候,他们先开花,后来才长叶子 跟我们这边的樱花是一样的 然后,当它长了叶子之后,结了果子 就伸出一些杏子 这个英文叫做elmon elmon的话,我们就比较知道 就是那个核 elmon,elmon怎么讲? 杏仁 杏仁 对,杏仁 就像它的核 核之后,它有一个印的核 里面,外面那个壳给它打掉之后 里面会有一个可以吃的,那个叫杏仁 他说杏树枝 神说,你看得没错 所以神给他第一个训练,让他看异象 看完之后,你跟我报告,你看到什么? 他说,我看到信树枝 神说,看得不错,合格 但是现在跟他解释,他说 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信树枝跟神保守他的话,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们不懂希伯来文,所以不晓得 但是如果懂得希伯来文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信树的希伯来文 跟这个留意保守 希伯来文这两个字是非常像的 读音也很像 所以当神给他看到信树枝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看到信树枝,你要知道 神他会留意保守他自己的话,使得成就 但这个话要成就 所以我们之前读以赛亚书 有这样的话,对不对? 同样的意思 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却要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撒种的有种,使药吃的有粮 然后,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世上,必然亨通 这个是耶利米在蒙召的时候 所看到的第一个异象 所以,这个异象在他里面 印象一定非常的深刻 神那时候,没有给他看别的 他只给他看两个异象 第一个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是让耶利米知道什么 神他说出去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 神会留意看守,留意保守 让他的话,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当耶利米得到神的话的时候 他不要担心,他不要害怕 他只要讲出去,神会让这个话应验的 他说,绝不突然返回 而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世上,必然亨通 所以,这个话不是只是预言而已 这个话本身会做工的 这个话发出去之后 他会成就,会成就神所喜悦的 而且,他说在这个世上,这个话必然亨通 所以,神的话有能力 今天,神让这个先知讲神的话 这个话也是带有能力的 他会成就一些事情 所以,这是神让耶利米看到的第一个印象 所以,要对神的话,要有把握 要相信神的话,绝对是不会落空的 第二个,他看到第二个印象是什么 他说,耶利米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到什么 然后,耶利米就看 我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清 从北边这样倒下来 一个里面都滚烫的水,这样倒下来 从北边倒下来 耶利米的话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 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 这是他所看到的第二个印象 这第二个印象,等于是后来 耶利米他一辈子所传讲的 这些话语的里面的一个主轴 里面的主题,就是这个信息 灾难要临到这个国家 而且是从北方过来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福音 这是一个祸音 是有祸了,而且是从北方下来 为什么从北方下来? 你看这个地图 犹大在这个地方 犹大后来是被巴比伦所灭的 巴比伦在东边 巴比伦跟犹大中间,有一个沙漠 有一个阿拉伯沙漠 所以当巴比伦的军队,来攻击犹大的时候 他是要绕过这个沙漠 绕过这个沙漠 然后从北边临到犹大 所以他说,灾祸是从北方发出的 北方发出的 所以他因为要绕过这个沙漠 所以这个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是他所看到的第二个印象 所以他说,第15节 耶和华说 看啊,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主 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 周围攻击城墙 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 至于这名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 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要发出我的叛御攻击他们 所以,神这时候要耶利米发的 就是这个,审判的话 所以17节 所以你当树妖,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告诉他们,不要应他们惊惊 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惊 所以,这个是神给耶利米的第二个印象 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 第18节 看啊,我近日使你成为奸臣、铁柱、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 并地上的众名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在那天,其实在耶利米身上也是行一个神迹 耶利米本来是一个很胆小,比较畏缩的一个人 但是神那天,祂说祂要让他成为什么? 尖城,fortified city 就是一个有加强防卫公式的一个城市 还有铁柱,Iron pillar 大的柱子,但是它是铁的柱子 还有铜的墙 为什么呢?要跟全地反对 要跟犹大的君王反对 要跟首领反对 要跟祭司反对 还有要跟地上的众名反对 要against这些人 所以,神让他整个里面的一个 里面的整个人,就是要刚强起来 我听过我们以前教会里面的被教师 他做过见证 他是在教会里面几个教师当中 他算最年轻的 那时候,他从美国过来 要来这边加入荣教师这个教会 要在那边服侍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那时候,他要来之前 他个性也是非常内向的 非常内向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那时候来之前 美国教会的吴老牧师,就为他祷告 祷告什么,他说 神啊,求你把一根铁柱放在他的脊椎里面 让他这个人要刚强起来 结果他说 那时候,当那个吴老牧师为他这样 按手祷告的时候 他就真的感觉到有一根铁棒 就这样插进来在他的脊椎里面 让他本来是一个软骨头的 那时候,整个人就停起来了 就刚强起来了 所以,后来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可以放胆的来服侍神 这个是那时候,贝教师跟我说的一个见证 这个恩赐叫做行义能的恩赐 那个见证上,我就想到耶利民 耶利民那时候,神就让他说 我今日让你成为奸臣铁柱跟铜墙 所以,那天我知道说 耶利民他里面本来是一个怯弱的灵 那天开始,神给他里面一个改变 一个改变,让他里面刚强起来 所以,神示给我们的是什么? 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所以,我们就回顾一下第一章 耶利民,这是他蒙召的一刻 那时候,他蒙召的时候,他领受了什么呢? 他领受了神给他的装备 神给他的装备,其实我们可以整理一下 其实主要有两样装备 一个是神的灵,一个是神的画 神的画,神按守在他的嘴巴 把神的画示给他了 另外,神的灵,是什么灵? 就是刚强的灵 让他成为奸臣、铁柱跟铜墙 然后,同时给他两个意象 一个意象是什么?信书知 就是让他知道说,神说话,事情一定会成就 对神的话,要有把握 第二个,就是他将来信息里面的主旨 信息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看到一个北方烧开的锅 巴比伦将会灭了犹大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是耶利民蒙召的时候 他所领受到的 第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章没问题的话,就是耶利民的蒙召 蒙召之后,他就要开始服事了 服事之后,神给他第一篇的讲章 这是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 要向他们大声喊叫 喊叫什么? 耶和华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成耕种之地 跟随我,我都记得 神记得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在最起初的时候,带着一个单纯的心来跟随神 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跟随神 神说,那些日子,他都记得 你看,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浪漫 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成耕种之地,跟随我 我都记得 好像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像现在 像是吃和饱足 像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这么优渥 没有,那时候他们等于是跟神在一起 他们生活非常的简单 但是,那些日子的爱情 神却是觉得刻骨铭心 你在想,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跟神这么罗曼蒂克 我想到有一段 那时候,在民述记第10章 那时候,当他们以色列人 在西奈山领受了神的律法之后 他们就从西奈山离开,要往迦南地去 那时候,他们讲到说,他们就带队,这样离开了 那时候,民述记第10章怎么说? 他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 那时候,他们刚刚出发 然后,耶和华的约会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 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 这句话,我常常读这句话 一方面,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生动 但是,一方面,我也是有点不太明白 我说,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 我说,神都知道前面什么地方可以安歇 为什么还要寻找? 去就是了嘛! 但是,在这里,我们好像看到 神跟他的百姓之间,一个亲密的互动 神就走在前面,好像走一步 然后,在等他们后面跟上来 然后,他继续往前走 同时,他在前面,为他们去寻找 去找那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你会觉得,好像非常的personal 神在为他们寻找可以安歇的地方 然后,他们拔音往前行 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椅上 跟他们紧紧的在一起 然后,你就好像看到一对夫妻 就这样,好像在矿里面走在一起 然后,约会往前行的时候 摩西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示善,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然后,当约会停住的时候,他就说 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你读了这段话,你会有什么感觉? 神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 我都记得 我相信就是这一幕 当他们以色列人要起行的时候 摩西发出这样的祷告 耶和华呀,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示善,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然后,约会停住的时候,他就说 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你会不会觉得说,他这种祷告有点像 像我们信主的时候 跟神之间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你走到一个地方 你就停下来跟神说说话 神啊,感谢你 感谢你跟我同在 神啊,我现在要去哪里? 你丰富的跟我在一起 愿你赐给我前面一个通达道路 愿你的仇敌示善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然后,让你停下来,回到家 神啊,求你回到我们当中 你或走或停,里面不断地在跟神交通,跟神祷告 虽然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 其实他们的灵性不见得很好 但是那时候,摩西这个祷告 神把它当作是以色列人跟祂之间的祷告 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发言,向神祷告 所以这些话,我觉得说 以前我看说,这些话好像可有可无 摩西,你不这样祷告,神也会这样做 但是不是 神要摩西把这个话写下来 表示,就是说 神很宝贵 我们跟祂的这些,亲亲我我 这些话,每一个小事情 神啊,谢谢你,神啊,感谢你 里面渴慕你 求祢丰富与我同在 不要离弃我 我们有时候里面,就是跟神这种讲话 就像类似这样子 神说,这个是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 在旷野,在未成耕种之地 怎么样跟随主?主都记得啊? 第二章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记得 但是,后面有一个忘记 神对于以色列人怎么样,那时候想跟随他 他都记得 但是,他说,后面有一个忘记是什么呢? 第32节 所以,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 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 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所以,我说耶利米书非常... 耶利米书是一个好像比较浪漫的一个人 不是,或者说他反映出神比较浪漫的那一面 神说,当初的这些爱情,他都记得了 但是,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这个新娘子怎么会忘记他的那些新娘礼服呢? 你怎么会忘记他的装饰呢? 但是,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所以,这个是神要耶利米向着以色列人 像是他百姓所传讲的,可以 也许是第一篇信息 神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神 刚才Gina说,一个基督徒 是不是信主信久的时候,心里头就比较平淡 好像没有什么感情的起伏 但是,你看到耶利米书里面 神的爱情如同烈火,那样的浓 而且,那样的细腻 连那些最小的一点点,他都保爱在心里 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向着他的这种 不是以色列,或者说摩西好了 向着他的那种倚靠跟跟随 他说,第三集 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走的果子 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 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时候,神保护他们 然后,谁攻击他,就是攻击神眼中的同仁 这个必算为有罪 然后,亚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主见我有什么不义? 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 神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他们却离弃这样的神 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 领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 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 这个人忘恩负义 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然后到加南地之后 他们就过河拆桥 完全不记得那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他了 也没有人说,耶和华在哪里了? 不在乎他,不在乎他的同在 神跟他们在一起,不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不在乎 所以,没有人说,耶和华在哪里呢? 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赐其中的果子和美物 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颠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证的 他们进去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拜偶像了 使那个神赐给他们那个地,被颠污 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 船长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 先知借巴利所欲言,随从无异的神 神后来就不祝福那个地方,他们也不在乎 所以他说,都没有人问,耶和华在哪里呢? 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 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 基提海岛 基提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岛,在地中海那里,靠东边 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 基达在哪?基达在阿拉伯沙漠 然后流星查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 你不管是往西,到海的那边去看 或者往东,到沙漠里面去看 他说,有这样的事吗?什么事? 11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 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 换了那无异的神 我后来想一想,好像没有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民族,以前是拜某一种神的 后来改了,拜另外一种神 好像不太有 有,就是说在罗马帝国之后 那些蛮族本来是拜那种偶像的 后来信奉了基督教之后 以基督教做他们的新的宗教 这个是有 但是,这是对的了 因为福音传到那边去 但是在那之前,他现在讲到说 你有曾经看到哪一个国家改了他的神吗? 那时候在迦南地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种族 他每一个种族有他们自己的神 像菲利斯人拜什么?拜个大棍 对不对? 所以他一向都是拜大棍 他没有说拜到一半,他就换成拜别的什么的 没有啊,他们都是从业而终 一路都是拜 只有以色列,他却是 本来是拜耶和华的 后来居然拜这个拜那个,拜巴黎拜什么的 他说,哪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 而且,甚至于以色列他们换的神 是把他们自己的荣耀换掉 换成那无益的神 所以他说,诸天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极甚为凄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第一个是什么?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第二个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我们看一下PowerPoint 加南地,他们的水源 其实有几种不同的水源 第一个是活水泉 这是泉水,就是让它直接从地里面涌上来的 这是最宝贵的一种水源 第二个是活水井 活水井也是非常珍贵的 但是活水井跟活水源,活水泉不一样 活水井是你要去挖的 挖到最后,挖到一个活水井之后 那个水才会冒上来 活水泉是原来就在那个地方 你不需要去挖,水就这样涌上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蓄水池 蓄水池不是活水井,它那个只是蓄水而已 我们之前有给大家看过 那个时候,约瑟被丢在一个没有水的坑里面 那就是一个蓄水池 就是他们挖底下一个大洞 他们会在雨季的时候,把水接在这里面 等到雨季过去之后 他们可以从这里面,之前所接进来的一些水来用 右边这也是一个蓄水池 蓄水池,不是说 我挖到一个洞之后,就OK了 它在里面要抹上一些灰泥 下面有一层灰泥 这个涂层抹上去之后,才能够防止它漏水 水在里面才会接得住 不然的话,从土都剩掉了,都跑掉了 所以,他一定要先给它弄好 但是,他说 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二事 一个是离弃我之后,活水的泉源 神是那种活水的泉 是最最最珍贵的那个水源 但是,他们给自己凿出池子,就是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还不是一个好的蓄水池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它旁边那个涂层,是破裂的 所以,水进去之后,它都会渗掉,都会跑掉的 他说,他们拜偶像 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那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 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光景 自己给自己找一个蓄水池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但是,神是要我们来依靠这个活水泉 这个蓄水池,破裂不能存水的 就是自己的一些理想报复 一些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办法 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野心 这就是那些偶像 那些东西,他说 没办法把这个里面的水存住的 都会漏掉的 这个祝福都会漏掉的 但是,神是要我们来依靠他这个活水泉 是源源不绝的 OK 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好了 好不好 弟兄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要祷告 主求祢让我保贵这个活水泉 不要自己去找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也要保贵跟神之间起初的爱 启示录里面,以佛所教会被责备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 神很在乎我们跟祂之间 最起初的这种很浪漫的这种关系 在每一件事情上头,你跟神祷告 主啊,你跟我在一起 主啊,我保贵你的同在 这就是那起初的爱